除了国族和叙利亚的比赛之外 市域赛亚洲区12强赛的其他几场争夺也陆续开打 与中国同组的韩国队坐镇主场迎战卡塔尔 继承拥首开记录 卡塔尔连下两成反超 但是韩国队两大前锋挺身而出 石东元和近期状态爆棚的孙新明先后进球 红正好此后被红牌罚下 太极虎最终是3比2立刻卡塔尔在A组中保持不败 韩国队前两场小组赛一胜一平 此一三位在中超联赛踢球的后卫金基西 红正好张贤秀继续首发 前场则由近期状态火爆连场进球的孙新明领先 第11分钟孙新明前场左路回传 继承拥拿球之后直接起脚远射 踢球打穿进圈的人群钻入死角 韩国队1比0领先 但仅过了5分钟卡塔尔队便将比分扳平 红正好进去内拉倒本场佩戴面具的塞巴斯迪安 主裁判吹罚点球并且向苏宁后卫出示黄牌 海多斯主罚点球打球往中路得手 1比1 半场结束前塞巴斯迪安强突进去右侧 射门被后卫挡出 卡塔尔队组织第二波攻势 海多斯不停顿船中 塞巴斯迪安近距离挑射后门 卡塔尔队2比1反超 下半场第56分钟 好哲左路船中 替补出场的金信玉头球百度 客队后卫头球写为失误 齿东元拿球之后低射入网 韩国队将比分扳平 仅过了两分钟太极虎再下一场 继承拥左侧技区前沿送出精妙直塞 亚洲球王孙新明鬼魅跑位 直插对手防禁身后 不停顿推射圆角破门 3比2 第66分钟 韩国队遭受打击 中后卫红正好放倒塞巴斯迪安 两黄变异红被发下 太极虎少亿人作战 但已无碍大局 中场上响韩国队3比2历琴卡塔尔